Hello, 大家好, 青森Dixon 今天是最後一天的隔離 比較真的開心, 因為終於可以完成了 之後現在在等酒店的接送 去羽田機場 接著就在羽田機場搭羅基上青森 終於去我的目的地 到時會更新給大家 見啦, 拜拜 首先就等隔七人車 接著接我去羽田機場 最重要是去內陸線 不是國際線, 上到車之後 我就大約坐一個小時左右 好了 終於來到羽田內陸機場 我現在就在等著桌子 到時會回到青森 到時再見啦, 拜拜 唉, 終於等到上機啦 那就很期待, 不知道那邊怎樣呢 好啦, 坐在窗後位, 看一看窗 唉, 天氣不似預期 但又要走, 總要飛的 其實這兩天都下大雨了 因為沒停過 所以都預期了, 今天都不太好天 不過, 希望再明天啦 今次呢, 我就乘搭飛機 大約1小時10分鐘左右 就會到青森機場 有些呢, 就可以乘搭新幹線 大約3小時20分鐘左右 距離是713.7公里 有些人呢, 就說是在東京 駕駛車去, 直接上到去青森 大約8小時30分鐘左右 總長度是723公里 要駕駛車 那, 最後一件事 那, 就走路了 那, 就148小時 那, 就, 大約716公里 大約要走六天幾 不過, 你都不用想的了 其實這件事, 只不過是說出來而已 好啦, 終於可以駕駛飛機動了 去到起飛點啦 那, 我就拍到有兩個呢 日本人呢, 真的很有禮貌 即是, 林飛之前呢 都可以呢, 跟我們說拜拜 呀, 鞠躬啦 真是, 不說得的 好, 駕駛機已經起飛了 那, 就讓大家看一下 雨田機場的環境 那, 再加上就 有一件事就不太好呢 就是, 天氣, 就變了灰灰地 那, 都不介意的啦 都, 心情比較開心 就不行啦 那, 飛到上高空的時候呢 開始看到有一點點太陽 都, 心情比較開心些 那, 飛到一會兒 現在已經看到秋田園了 那, 至於呢 空姐呢, 拍拍一張呢 就是日本地圖呢 就是, 講解每一個園的 出產的東西 還有, 文化的東西 都幾有趣的這張東西 那, 駕駛機就飛到差不多了 那, 看一看窗口呢 已經看到, 真是青森 最有名的山 就是, 八甲田山 因為, 為什麼這麼有名呢 就是, 去行山的人 還有, 到冬天的時候 滑雪呢 是很多人來這裡玩的 所以, 是很有名的 大家如果來不到這裡 不妨試一試 飛過了八甲田山之後呢 我都感覺到已經開始要降落 來啦, 喂 降落的啦 終於到了啦 是青森機場啦 一到步 吸回兩口的 青森的空氣先啦 多久都沒有吸過啊 大佬 吸多幾口都不怕死啊 這些真是 Sorry啊 我真的呢 因為, 拿行動的時候呢 我沒有拍到啊 因為呢 太多東西拿了 所以我出去呢 我一定要拍這個打卡位啦 還有這個打卡位啦 那, 我覺得這個機場是比較小一點的 但是, 它有一幅呢 特色的玻璃畫呢 是真的 不說不行啦 因為這幅畫呢 就是, 所有畫的東西 就是關於青森文化的東西 那, 我覺得挺漂亮的 那, 還有, 一定是要打卡啦 這個位置 那, 如果大家來到 清森的話 不妨拍一拍這個位置 好, 最後啦 那, 我的影片就來到這裡啦 那,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啦 最緊要給個讚我啦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留言告訴我啦 那, 最緊要就是 訂閱, 留言, 分享, 按讚 多謝大家收看 那, 如果下一次影片出的話 我都會說聲給大家聽啦 那, 還有, 我都會介紹多些不同的地方啦 好啦, 就這樣啦 拜拜 拜拜